I've got some feelings that I've kept inside Tell me your reasons for leaving me behind 大家好,今天又來到香港四季酒店 一起去看看他們1600呎的頂級豪華套房 之前港者密名詩Stickation都住過這間房 最近四季酒店的大堂新裝修 這個玻璃幕牆的部分就是剛剛完成的 還有一部分工程應該會在農曆新年前後完成 到時可以再來看看 我們以前都介紹過四季酒店的大堂和幾間房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按上面的連結去看看 今次介紹的是他們的豪華套房 面積有1614呎 整間酒店只有四間 原價每晚要25000元 這裡有一張對著海的五人餐桌 以及一個非常大的客廳 這個套房不單大 它還有自己的廚房和兩個洗手間 房間的設計是中式 用了圓桌和紅色的裝飾牆 它給人的感覺不像酒店房 更是一個寬闊豪華的家 充滿溫馨的感覺 各寬闊的客廳 佔了整個套房大約三分二的空間 兩個落地玻璃窗 完美地展示整個九龍全景 坐在這裡看日出 看完之後再在房間吃完早餐 美好的一日就是在這裡開始了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請支持訂閱和like 多謝 和其他房間一樣 這裡都有提供一些自費的小食 和mini bar 這裡的杯只是其中一個部分 廚房還有很多 好,我們去參觀睡房了 穿過這個中式的大門 有睡房、衣帽間和煮肉室 睡房的空間不算很大 有個全海景的落地玻璃窗 睡房歡迎客廳的中式設計 都用了木質的裝飾牆 四季的床一向都很舒服 這張都不例外 很大、軟硬適中 如果只是說睡房的空間 這裡和900多尺的海景套房差不多 當然,廳就大了很多 如果想看海景套房的朋友 可以按這條連結 睡房裡面也有兩張沙發 讓你可以坐在這裡看海景 電視旁邊有插座 和各樣的接駁位提供 看看浴室 一走進去看到的就是這個可以看到海景的蒸氣淋浴位 再走進去就會見到座廁、洗手盆和浴缸 四季所有客房都是用雙洗手盆 這裡當然不例外 這個淋浴位非常闊落 還可以直望海景 它是有獨立蒸氣功能的 再加上這個Wing Shower 坐在裡面 簡直就是坐在私家Spa Room的感覺 座廁是日式全自動的 在這裡才有 普通海景套房和圍角海景套房都沒有 全幅鏡加上柔和的燈光 令浴室真的有種做Spa的感覺 洗手盆旁邊的浴缸非常大 整個人睡下去 腳差點碰不到對面 在這裡一邊浸浴一邊看電視 簡直就是頂級的享受 睡房的旁邊有個衣帽間 有整排的位置可以讓你掛衣服 還有甲慢、燙衣板 酒店還準備了瑜伽一隻 讓客人可以隨時做運動 再看看這裡的廚房 很貼心地位於飯廳的後面 面積比我家的廚房更加大 清洗用品一應俱全 還有微波爐 還有水煲、茶壺、電磁爐、咖啡機等等 這間套房用的是Nespresso商業咖啡膠囊 而其餘的房間就是用平時家用的 酒店很貼心地幫你準備碗碟、刀具和煲 連茶壺、茶杯都有好幾套 廚房旁邊就是書桌和工作區 除了有兩張椅子外 這裡的書桌也比普通房大一點 這裡有影印機和全套文具套裝 還有各式各樣的電腦接駁插座 接駁線和充電線 客廳大得有點像坐在貴賓室的感覺 而不是坐在自己的廳裡 客廳旁邊還有一個客廳 這種箱洗手間設計 是四季酒店套房的基本配備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介紹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支持和訂閱 下星期再見,拜拜! 麻煩! 下星期見